好 大家好 午安 我們今天是來到了 內湖這邊的巷子裡面 這邊有一間 超級好吃的麵線店 而且這個麵線很特別 因為它有五種料 老闆 你好 妳好 我想請問這五種料 是哪五種啊 我們這五種料有 第一個是我們招牌的 紅粥大腸頭 另外一個就是 每天從東西吃送的鮮蚵 另外一個就是選用 台灣的豬後腿肉的吃肉羹 還有我們非常大隻的蝦仁 還有我們的魷魚 這五種料 像我們今天就點了這一碗 五種料的麵線 你看光是料子 你都快要滿出來了 但我現在最感興趣的 其實是它的大腸 因為剛剛老闆他沒有講到 這個大腸 至少都是滷了三次以上 大腸真的是超級有嚼勁的 而且它滷得也很夠味 處理的也算滿乾淨 其實裡面除了大腸之外 還包含了一點點的肉塊 老闆也說他們的肉塊 主要都是選用豬的後腿肉 另外還有一些海鮮 像是蝦仁 花枝 另外還有蚵仔 而且你看它這個蚵仔 整個是超級大顆 因為老闆也是每天 都是從嘉義的東石漁港 來進口的 所以這邊的海鮮 也是非常的新鮮 你會看到這個麵線 其實它的粗細有點不太一樣 主要就是因為這個麵線 是用手工的紅麵線 那手工刺 所以咬起來也會稍微是 比較有嚼勁一些 那如果你是不怕辣的朋友 建議你可以加一點點的辣 因為老闆也說呢 這個辣都是他們自己手炒的 也可以加入麵線裡面 來一起調味 那吃飽了天氣方面 一起來關心囉 今天來說主要是受到冷空氣南下 加上東北季風的影響 所以北台灣一整天 都是偏這種濕冷的天氣形態 那以目前來說呢 像是在整體的大台北地區 宜蘭地區 北海岸 這個雨勢會一直持續到 今天深夜的時段 那不過到底什麼時候 北台灣天氣才會好轉呢 我們來看一下 未來幾天的天氣重點 其實從明天開始移動到下週二 冷空氣一天比一天減弱 所以這個白天高溫 會一天比一天還要回升 但是在這一整週 還是受到東北季風影響 所以上次在整體的台北地區 宜蘭地區 北海岸地區 這個雨勢呢 還是一樣會持續不斷 那不過中南部地區來說的話 在這個週末 白天高溫呢 可以上看到了二十六 二十七度左右 但是清晨晚上時間點 還是比較涼 地溫呢 是下降到了十六 十七度 所以中南部地區朋友 比較要注意的是 要留意日夜溫差上面的變化